前不久朝阳区的一家养生会所隆重开业 这里的客人每天络绎不绝 其实他们是另有所图 进了酒店往左股 进了进来 有个通道往左拐 左拐没多远 再左拐 在朝阳区亚运村的一家酒店内 一家刚开业的养生会所客历不断 经营者大出 还来电消费的客人均有机会抽奖获得港澳游 同时一次性消费5000元的客人 可直接获得两人港澳游的机会 可来这里的客人 却并不是为了畅游港澳 这个地儿是在一个酒店里头的地下一层 它对外的招牌是一个养生会所 但是通过咱们观察 它这个死盘会所里面 有这种卖嫖的这种违法的活动 违法的行为 夜色渐深 会所内生意不断 此时侦察员的抓捕时机也到了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 今天就有点好 依法进行检查 这是工作室 这是工作室 按了吧 你待会儿涉嫌存在 违法活动 好 希望你开头 同时我们的告知理 明白吗 在养生会所内 四名卖淫女仍在等待客人 在包间里 赤身裸体的男女 正在从事卖淫嫖娼的违法活动 对于突然出现的侦察员 他们却称 只是在按摩 不是 我想我出来了 他进去 因为真的都称了好多油 因为他就 他有心又开背 然后还有腿 有好多油 然后他说醒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做 因为我们不害怕 因为我们什么都没做 然后那个套是 因为他的声音很好 他的套 然后之前就 然后那个 然后没有 没有及时过来 没有及时过来整理房间 我们俩什么也没做 我们俩分心无愧的 真的 给我一百个大 我也不敢撒谎 在另一个房间里 墙上的一幅画 对于两名违法人员来说 似乎有着特殊的寓意 你看这幅画 一男的一女的 各戴了一个头套 哦 哦 这是 你来这儿干嘛来了 我这 做按摩 我说话 说话 千万别 你女儿那是做按摩吗 是 喝酒了 喝酒喝了 我那儿不喝 不知道 错了 就今天第一次过来 同一次结束这种事 也没想过你的家人 后悔了 侦察员发现 这家养生会所为了招揽生意 还专门提供上门服务 为了保佑生意兴隆 违法人员每天烧香磕头 可他不知道 自己的违法行为 如今怕是神仙也难庇护了 目前 从事卖淫嫖娼的违法人员 被行政拘留 秋水阁养生会所 被关停 正所谓 人在做 天在看 与其烧香磕头 还不如 洁身自好 来得实在 来得踏实 谢谢